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午安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谈谈血尿的问题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 如果你小编出来 发现马桶里面尿是红色的 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就叫血尿 血尿的原因很多 它可能是会有痛的 也有可能不会痛的 有痛的血尿 常常是来自于尿路结石 这时候你会有腰痛 有时候会有发烧 那就表示你的结石在移动 刮破输尿管之后呢 流出来的鲜血 当然还有排尿疼痛的血尿 通常就代表急性膀胱发炎 尤其是妇女 那有鲜红色的血 或是血解到最后非常痛 但是呢 卫生纸擦的时候有鲜血 那就可能是膀胱发炎 但是另外还有些是膀胱结石 尤其是像老年人 有社会腺肥大 造成排尿困难 那膀胱里面长出石头来 有时候也会出现血尿 那除了这个之外 无痛性的血尿就要很小心了 因为无痛性的血尿常常就代表着 你的咪尿系统里面有些地方在流血 比如说肾脏癌 或是我们输尿管癌 或是膀胱癌 这些都会因为癌细胞坏死之后 流出血来 然后堆积在膀胱里面再解出来 这时候的血尿常常是比较暗红色 或者是比较茶色 也就是说初血没有那么厉害 但是不会疼痛 那这个时候赶快找医生检查 就可以发现你的肾脏或是你的膀胱里面有肿瘤 那赶快检查就可以赶快治疗 当然血尿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比如说是肾脏的疾病所造成的 那这种疾病是没有痛也没有不舒服 但是可能人会贫血很累 那这个时候检查起来会发现肾功能异常 那还有一些情形 就是不是来自于这个真正的有病变 但是你是不用抗瘾血量 现在很多人因为心脏血管的问题 心脏科医师开了抗瘾血量 也会造成瘾血量 但是呢你还是要检查 有没有可能 泌尿系统里面有一些病变或是结实 最后一个常见的就是 现在夏天大家都喜欢吃火龙果 这个很红色的火龙果 有些人吃了也会有这个尿中变红的现象 那这样子也会以为是血量 其实血量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血 只要咽咽就知道 这个时候就应该找密劳科医师 好好的检查